王贤能12岁那年就跟着爷爷下了南洋去了印度尼西亚 那个时候国家发展紧张 国际局势极不稳定 王贤能去到国外后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并且做了生意 这生意越做越大 叶家人都引以为傲 为什么是叶家人呢 王贤能去往印度尼西亚后改了名跟着曾祖母姓 王贤能虽在国外风生水起 可是无不再思念祖国思念自己的亲人 最后终于在1983年 做回了飞王祖国的航班 见到家人的他欣喜若狂 更是在走之前留下来派了全家福 可这一走 叶家人万万没想到 这一别就是永别 二月份叶家人便听到噩耗 伯父在印迷去世了 叶家人痛哭流涕 王贤能走之前还开心地说道 我八月份一定再回来看你们 你们多照顾好自己 叶家姊妹想着想着就哭了 可现在连走了我们也陪伴不了 伯父落叶也归不了根 伯父去世没多久 叶家人才意识到一件大事 曾记得王贤能回国 曾两次存钱在当地银行 一共三千万美金 因为伯父膝下没有儿女 理应是他的侄儿侄女继承 一大家子火急火燎地跑去银行提款 结果令人不解 银行不接受这种关系领取 必须开出证明 这让叶家人犯了难 因为伯父的户籍是印尼 八几年外交关系本就紧张 根本开不了证明 这就是难如登天 一大家子信心念念着 这一看叶家人就是爱钱之人 可是他们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在记者与他们对话中 可以看出交谈中 不难看出他们眼里闪烁的光芒 在他们的回忆里 王贤能虽然身在远方 可是是不是还会给他们寄钱 在听说者要修房子的时候 我手里有点闲钱 给你们寄过去用 修一个好一点的 没过多久 竟然寄了四万块钱回来 这让他们成为村里 第一个修建楼房的人 并且为了感谢伯父 还特地在家门口修了一块石 上面刻着王贤能寄电 而后王贤能回家探亲 还带回了电视机 他们也成为村里 第一个拥有彩电的人家 因为伯父的突然离世 让他们悲痛万分 明明临走前 还约定回家 还留了信 结果才回去 没多久就走了 一想到伯父致死 都没能回到祖国 回到家乡 一阵惋惜 再想想 一大家子现在也需要资金周转 伯父的财产 可谓是及时雨 因为没有相关证明 手续根本无法取出钱 一家人三年里 一直心心念念的那笔钱 有没有被转移或者汇出 他们甚至隔三差五地 去银行询问情况 三年过后日子终于熬过了头 这年印尼访华两国正式恢复外交 一家人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一下子来了精神 因为这意味着 他们可以去印尼办证明了 在2002年5月 叶家弟弟叶和全办了签证前往印尼 在印尼还遇到好心人 一位当地律师愿意帮他走程序 三个月也不算太慢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为了办理这些材料 花了十七八万了 这笔代价是真的大 那个时候这笔钱 完全可以盖一座房了 材料齐全了 一家人也就顺理成章 可以去银行提款了 结果让一家人大惊失色 银行里面只有三千美元 这整整少了万倍 一家人苦心苦念的这笔钱 怎么变成了这么少 明明查询账单并没有汇出 记录也没有任何使用的记录 这下一大家人惊呆了 叶家老少都不敢相信 觉得是银行弄错了 银行直接来了一句话 王贤能只存了三千美元 你们一口价三千万 你们是来打劫耍无赖吗 这彻底把叶家姐妹整火了 直接和银行吵了一架 而后一家人回到家 百思不得其解 毕竟这笔钱 可是家里有两个亲眼见证 叶和胜第一次跟着伯父 前去存的钱 并且回忆到当时负责存款的小姐 都吃惊地重复了一句 两千万 不可思议地再次询问 而后就是伯父签字 字条也在 并且还叮嘱他财不外露 自己知道就好了 记者随即提问 为什么不出事存单元件呢 这一下说到点子了 这下可把叶家兄弟委屈的 元件在银行根本就不给我们看 这是叶和胜的原话 银行管理人员也有无奈 因为华侨业务 这是一些华侨人民对银行的信任 让银行代为保管 所以不能轻易拿出来试人 所以这也不能权怪银行 正所谓家有家规 企业银行等这种地方 都是有规章制度的 随即弟弟协和权也说 第二次他也是看到了伯父存钱 并且告诉他一共三千万美金 而且还有字条 伯父的签名总不可能有假 他们又翻出了几年前的记录 果然有 可是纸上只写了三百美元 这让叶家人不敢相信 质疑这有问题 没过多久 叶家人就把当地银行告上了法庭 可是没有确切证明无法成立 不甘心也只能忍着 这件事让我觉得 有些时候钱家砸得私心很重 巨款真的能够蒙蔽一个人的心 对此我猜测以前叶家需要大金额的钱时 王贤能肯定从那笔钱扣了出来 相当于身家尽数奉献给了叶家 这可以看出王贤能是珍惜爱护这一大家子 可是这一大家对王贤能的爱护行动上是不得而知了 麻烦这些人银行为不得而知了